那么文化这个方面 这个文化的这个方面呢 我们讲也是以英国文化为主 同时 在共同的文化的现象里面 就是跨州的大学开始出现 州级性的大学 也就是在某一个殖民地建立大学 同时在其他殖民地进行招生 在其他殖民地进行招生 这个州级性的大学开始出现 当然这个州 这个词用的并不严谨 那时候还没有独立 还是一个殖民地 这是后来的这个美国是行政州了 那么这个州级性的大学 最典型的 就是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那么哈佛大学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位于马萨诸塞殖民地 位于马萨诸塞殖民地 1635年 1635年 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 殖民地议会通过一项局议 要建立一所大学 建立一所大学 那么受到这个母国情节的影响 受到这个母国情节的影响 那么这个新的大学 取名什么呢 那么按照英格兰的 当时我们讲的这个建桥大学是最有名的 所以把这个大学所在地 也叫Cambridge 也取名为建桥大学 取名建桥大学 坎布里奇 现在我们为了区别 这个英国的这个建桥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按照之一 移成为坎布里奇 这个中文里面移成坎布里奇 大家就要注意的 坎布里奇 这是1635年 那么1638年的时刻 1638年的时刻 当地有个富翁 这个约翰哈佛 这个约翰哈佛呢 这个不行了 林中呢 这个有一个遗嘱 这个留了遗嘱 他要把他的财产的一半 均献给 这个新成立的大学 那么这个新成立大学 这个我们讲的是1635年建立的 这个军地建立的 那么马萨这个主塞殖民地 这个时候也不太富裕 当时议会给他的建设经费 是400英镑 400英镑建设一个大学 那么 约翰哈佛 又把自己财产的一半 均献给这所大学 钱是多少呢 是779英镑 779英镑 还有17先令 两便士 这个时候相当于最初的 这个建立大学的这个费用啊 之后翻了一倍 770举英镑 17先令 两便士 他的遗产这些人 是严格的按照他的申请的要求 把这个一般的财产呢 均献给这个新成立大学 另外还有 四百册图书 四百册图书 也均献给这个大学 那么这个图书是完全均献了 有四百本书 就约翰这个哈佛 为了纪念他 所以这个大学呢 然后就改名了 改名为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所以哈佛大学真正改名呢 实际上是在1639年 1639年的时候改名的 他说这个1638年 对一下这样的遗嘱 1639年的时候 取名为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那么这是 这个哈佛大学 为代表的 一批中基金大学啊 到18世纪初的时刻 这个建立起来 那么除此以外 比如还有有名的 就伊鲁大学 是一七零一年建立的 哥伦比亚大学 一七五四年建立的 这是中基金大学 对培养了 跨周期的 据共同文化新的素质的人啊 是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知识分子 开始有了地域观 统一的一种地域观 这是美利建民族形成 是到了18世纪中英的时刻 到18世纪中英的时刻 基本上的这个出现了 那么在美利建民族 这个形成这个过程里面 共同文化新的素质了 这我们就探讨了 这个早期的美利建人 到底具备 什么样的文化新的素质 我们讲的 人的这个素质并不怎么样 这个来的还有一批呢 实际上是 这个牛放犯 这个比方说法国的 德国的有些人判了刑 把牛放到海外 就牛放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还有些呢 是白人七月奴 我们先只知道 有黑人七月奴 白人也有七月奴 就有一些在欧洲 没有土地 没有生活来源那些白人啊 他和某一个封建主 或者某一个有钱的人 签了一份七月 这个七月有时间限制 比如说五年或者八年 那么这个到美国去的这个 到这个新殖民地的费用 由这个有钱的人来支付 但到这个殖民地的 八年也好 或者是五年也好 所干的活 是无偿的 要为了这个前面支付的钱人啊 为打工 所以称为七月奴 白人七月奴 那么这些人我们讲的文化数字 也是呢 这个比较差异 比较差异 那么这些人 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以后啊 和在欧洲大陆相比 有了很大的差异性 很大差异性 那么这些差异 我们主要看一下 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 彼此怎么相处 前面呢 是虚的 是吧 这个 最伟大的张牧师一世的 终顺的臣民 实际上不是终顺 如果终顺呢 就不要出去了 是吧 你在英格兰是挺好 发扬基督教信仰 和我们祖国 和君主的荣誉 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 新的一个证明地 我们的上帝面前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们大家主要注意呢 这个后面 从这儿开始 这是主要的了 实质的一种 为了正明地的公众利益 为了正明地的公众利益 就为了大家的 共同的利益了 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 颁布我们 应当忠实遵守的 公正平等的法律 法律和命令 是吧 成立条件 是公正平等的 要颁布一些法律 法律和命令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 并是需要 并是需要 任命我们 应当服从的 行政官员 要建立 统治机构 任命官员 但是这个官员 前面也有定语 要 是需要 任命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 隐含了什么意思 在里面 和我们前面 随英国的时候 讲詹姆士一世 他的这个 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 不一样 对吧 詹姆士一世 一个可逗禅 就是政及国家 他的权力 来自于上帝 来自于上帝 那么这些基督教新教徒 不一样 他任命这些官员 是是需要 也就是任命权 在谁手里呢 在大家手里 是吧 如果感到不需要 就可以废掉他 可以不失利 这是一个 权力啊 是在这里 但权力和义务 通常是相伴随而行的 那么义务在哪里呢 如果行政官员 如果任命出来的话 大家应当服从 不服从不行 应当服从 所以前面第一句话 也是的 对吧 忠实遵守 公正平等的 法律 法律和命令 这个法律 法律和命令啊 我们大家帮不出来以后 要遵守 要遵守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是 美国啊 在早期的时候 有人认为是他的 美国人精神啊 或者美国人的价值观啊 第一份重要文件 也有人给他评价更高 说是美国人价值观的一个 奠基石 啊 句子几句话 是他的奠基石 奠基石 这是我们讲的 1620年的时候 建立福西尼亚 治民地的这个时候啊 他们的一种看法 那么这些白人来了以后 这个我们讲呢 他是藐视 欧洲大陆传统的 这个封建 这个统治之需 一些崇尚什么呢 崇尚个人的能力 崇尚个人的能力 有关这方面的这个史尿了 是一个法国人 叫克里夫克尔 曾经这个记录蛮多的 克里夫克尔 那么克里夫克尔 这个法国人啊 这个 在他的这个流向的史尿里面 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我认为呢 比较重要的 一些话呢 这个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他在早期的这个移民当中 早期的这个移民里面 移民们的命运 一开始 就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的斗争能力 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啊 他们的命运啊 取决于他们的斗争能力 和切断与家乡联系的意志 到陌生这个地方去生存 比较生存比较好的话 与家乡联系的 这种意志 其断 其断这个联系的意志 以及 在陌生者的中间 在陌生的土地上 艰苦生活的能力 艰苦生活的能力 这是美国人最早的 甘于这个拼搏的 那么有关这个封建 传统统论秩序的藐视 他讲了另外一段话 他说在这里 人们不问你父母是谁 在这个新的土地上 不问你父母是谁 也就是说不问你这个家族背景 不问你家族背景 不问你父母是谁 他过去是干什么的 是问你现在是干什么 不问你这个 有什么家族背景 父母是干什么 也不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是问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现在是干什么的 所以我们家这次来了以后 在这个新的陌生的土地上 可以打造一片新的土地 新的这个统治秩序了 新的这个天机出来 就是白美的这个早期人 他们到这个新大陆以后啊 是具有一种新的精神 后来从另外一种程度上来讲 对传统的旧的一套统治秩序 他们是藐视的 可以劈开的 那么是不是 没有一些封建的贵族 从欧洲移民过来呢 也有一些 据说早期的移民过来的时候 也有些逢年贵族 想逼人炫耀他们家的座辉 甚至也有人把自己的家谱拿出来 给大家看 但这些新来的移民 大部分都不须一顾 不须一顾 所以很多家谱呢 后来就是没有了 这个是传的 第一点我们讲的 大家呢 在学美国早新的时的时候 这个要记得 早新的移民啊 这个不一样 那么这种追求自由 平等 自我管制的 这种精神啊 实际上是与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 是不相符的 因为是一块证明地 是一块证明地 那么从英国管制的角度来讲 它追求自由平等 肯定是不行 肯定是不行 那么双方这个矛盾发展 最终导致了 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 那么有关这个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 在英国这个 在美国史学界啊 这个他们在这个 国外的美国史学界本身 也是一个争论的 一个争论的 那么我查了一些 这个方面的文章 这个 白美独立战争 这个争论的这个观点 主要有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关于白美独立战争爆发的 这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 大家这个不要弃了 我给大家这个 讲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观点是 美国早期学派里面 就班克·卢福特 这个 所写的和中国历史里面 所讲的 他说白美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 主要是英国 为了压制 白美臣民地人民的自由 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为了压制白美臣民地人民的自由 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呢 是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要原因 那么班克·卢福特 他的生存年代是 1800年到1891年 1800年到1891年 曾经写了这个试卷本的 和中国的历史 和中国的历史 这是他的这个 最早传说的这个 独立战争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观点 是帝国学派 美国的这个 十九十七末二世纪初 所出现的帝国学派 那么这个帝国学派 代表人物是比尔 他认为白美独立战争 爆发的原因啊 主要在于英国与白美臣民地 英国与白美臣民地啊 相互交往过程里面 出现了两种反向的倾向 不同方向有倾向 一个是宗主国 要把权力进入自己手里面 从英国方面来讲 要把白美臣民地的权力 攒到自己手里面 另外一种倾向 是臣民地 要求得到更多的 更加有效的自治权 一个是要求控制权力 越多越好 一个是要求越来越多的自治权 那么这个两个 我们讲这个 你的方向运动啊 一个是往这个方向运动 一个是往这个方向运动 打到结果 中间便要断捏 那就独立战争要爆发 这个我们讲的是帝国学派 第三个 这个认为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呢 是美国进步 美国历史这个学派 这个里面的进步学派 以卡尔贝克尔为首的 他说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 除了白美人民 争取自由的因素以外 经济方面的矛盾 是主要的 这个双方 经济矛盾 是主要的 包括宗主国的 英国人在那些地方 所征收的一系列的税收 这个付税的这个方面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工业管制政策啦等等 那么这些经济方面的矛盾呢 这导致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看这个发现到 以社会经济观点的分析了 这个进步学派 有点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习 这个这个分析方法 从经济人来看的问题 那么第四个 第四个方面 这个分析美国独立战争原因的 第四个方面观点呢 他认为独立战争之所以爆发 很重要的是 有一批人啊 宣传鼓动的结果 把一些偶发的因素 看成是主要的原因 对吧 比方讲 富兰克林 他认为这个 这派的人在认为富兰克林啊 这个他们的宣传鼓动 这个起了重要的这个这个作用 这个重要的作用 把这个宣传鼓动 那么还有其他一些偶然的因素呢 考虑进来啊 认为这个独立战争啊 很大程度上 是偶然的这个原因啊 所推动的这个结果啊 推动的结果 但是我在这里呢 这个讲了 这个 美国独立战争 爆发的原因呢 上去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压制 一个反压制 一个压制 一个反压制的这个 结果 那么有关独立战争 爆发的原因 我们书上啊 这个一切呢 因为这一部分是我写的 这个书里面 这个讲的比较多了 书里讲比较多 所以有关的这个方面 详细内容 实验关系啊 不打算多讲 在这里我们把它这个 主要的这个要点啊 我们在这里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 那么美国 这个英国人的压制政策 是导致白美证明地人民啊 进行起来反抗 进行这个 国家独立的重要原因 主要从这个两个方面去看 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英国在白美证明地 统治政策 最初 是采用限制政策 从限制 也就是限制 这民地啊 在某些经济领域里面 发展与宗主国啊 能够在那竞争的一些产业 竞争产业啊 比方说在1688年 到1963年期间 颁布的毛质品条例 制贸条例 制贴条例等等 我们要颁布这个 十三个致命地 在北部地区 主要发展的是水工业 英国这个时刻 正好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 工业革命的前夜 所以它事物也比较发达 为了避免 这民地与它本身的工业 之间的一个竞争 所以班牧这次条例啊 要打压 这个正民地的水工业的发展 但是在1763年以前 这些限制措施 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主要我们讲的 这时候英国的能力还是有限 特别是在1756到1763年期间 特别是在1756到1763年期间 英国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情 1756到1763年 这个是1756到1763年 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大事啊 七年战争 英国和法国之间 爆发了七年战争 争夺这个正民地啊 海外争霸了 爆发了七年战争 那么在北美来讲 实际上就是英国和法国 要争夺北美正民地 前面我们看这个 北美13个这个正民地地图 叫中部地区 主要是法国人的正民地 是吧 那么通过这个七年战争 英国打败法国 把这次正民地啊 占与过来 那么为了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 英国最大的限度啊 要动员白美正民地人民呢 要参加进来 所以呢 也放送了当地的去管制 为了这个动员白人啊 参加这个战争呢 也采取一些鼓励政策 比如说我们家华盛顿 他作为正民地的 里面那个中央的这个 中央的元族 他也参加了英法战争 多次参加这个 这个战场 多次上了战场 现在只会战斗 但是1763年以后 这场战争结束以后 英国对白美统治政策 发生了重大变化 1763年到1775年期间 大家看一看 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 这个市唐法 户币法 印花税法 唐僧税法 茶叶税法 这些法律颁布干什么 不是在前面要压制 13个人民地 水工业发展了 而是要直接捞钱 颁布这些 新的税收 这些东西 主要是要捞钱 捞钱 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来 到这个时候 英国本身发生了问题 英国本身发生了问题 主要在七年战争这个时候 英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大量的举奸外债 欠了许多外债 那么在七年战争这个期间 英国财政亏空 达到了一亿四千万银磅 一亿四千万银磅 这在当时来讲 是个天文数字 一亿四千万银磅 那么为了弥补 这样的财政亏空 英国加强了 在白米殖民地的征税 那么试堂法 货币法 印花税法 同仁税法 查业税法 大家在这个具体的 这个税法内容啊 书上有了 我们在这边 这个不能讲 这边是到查业税法的时候 一期七三年查业税法的时候啊 双方的矛盾呢 达到了这个计划 后来发生了 这个詹姆士顿 詹姆士顿 对吧 去拿时间 等等 那么五乡高压这个法律 一期七四年三月 颁布这个呢 怎么讲是构成了 独立战争的导火线 独立战争的导火线 一期三年 这个茶业税法 这个颁布了 这个 尤其清销茶业 清销茶业 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反对 后来双方为了这个问题呢 这个进行斗争 这里有一个背景了 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茶业税法 后来我们讲 这个布斯顿这个清茶事件啊 这边有一个小的背景 在1773年的时刻 英国东印度公司 财政面临破产的可能性 财政发生危机了 为了挽救这个东印度公司 英国决定啊 东印度公司在我们中国 采购的茶业 这个采用的这个低税收 把关税很低很低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把它运到白美来去销售 白美销售 运到三艘这个茶业 三艘船的茶业 本来想的这个预想啊 白美殖民地人民 可能不会反对的 因为在此之前 白美殖民地人民和的茶业 主要是来自于一个人 叫韩寇克 这个大的 这个商人 那么这个人呢 是个走私犯 这个 这名弟啊 定某个产品 进行控制的时候 他在外面走私 是用茶业 是主要他控制 这个设计家 那么东印度公司 运过来的产业 和他所卖的产业 价格相比 这相差了这个 这原来的这个 走私茶业的价格啊 这是五分之一样的 五分之一 那么英国这个 这民地政府就想 这么便宜的茶业 这民地人民肯定是喜欢 是不是 但是 这民地人民恰恰呢 愿意买他的茶业 而不买这民地 所允许的东印度公司的茶业 因为买贵的 不买便宜的 这反映什么样的状态 那么从我们一般正常的 消费的这个观来讲 不符合常理 是不是的 大家最想买便宜糊了 同样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品种 同样一个质量的 一个东西 愈便宜愈好 但是白美这民地人民 这是一个两个抵制起来 不买便宜的 买贵的 反映什么样的一个进程状态呢 争取自由 这个是上升比较高的程度 是吧 我们在这时刻 人家把这个韩寇克的东西 看出是当地的 看出是个民族的东西 而把东东公司运过来的 这个便宜的茶业 看来是外来的 征训的一种象征 他赚的钱是用在当地 东东公司 尽管财业便宜 但通过这样的人 他真的税收 是为英国人服务 为英国人服务 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民族的利益上升了第一位 我个人认为 这个方面也是白美这民地 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美丽建民族 有重要的标志 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大家也要知道 那么韩寇克这个人 在这个反对这个 茶业税这个里面啊 是允许成名 在独立宣言 签字的人里面 他是第一个签字的 第一个要求的就是独立 他是第一个签字 韩寇克这个人 这是一个插曲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给大家